美国联邦调查局本周早些时候警告说 在当选总统拜登1月20日就职典礼之前 华盛顿和美国所有50个州首府正计划举行武装抗议活动 1月14日 美国各地的州议会大厦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一位联邦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表示 上周三即将卸任的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 袭击了美国国会大厦 并且威胁要发动更多暴力行动 联邦调查局已发出警告至少要持续到总统就职日 为了进一步保护美国首都 国民警卫队本周被授权向华盛顿派遣多达1.5万名军人 游客在1月24日之前不得参观华盛顿纪念碑 在州议会大厦 州长们也在就职典礼前加强了安保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 在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 数十名军人和国民警卫队出现在州议会大厦 其中很多人穿着战术装备 密西西比州的捷克训事加强了安全检查和巡逻 官员们表示 他们正在为武装抗议者的可能性做准备 尽管官员们补充说 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可信的威胁 1月11日 在密歇根州兰新 监督立法机构的州议会委员会 一致投票禁止在州议会大厦内 公开携带枪支 而且立即生效 有关当局认为 一些新的抗议活动最早可能在周六开始 seeing you